一套春大丁北京一套房 一个钻石手表价值2000万 一顿早餐7000块 直接吃掉普通人两个月的工资 光伙食费一个月就高达65万 在他眼里 5000万以下的珠宝根本不值一提 为了感谢粉丝 他随手买了一辆14万的车送给对方 作为曾经的芒果一姐 李湘可是将毫无人性发挥的淋漓尽致 在还没离婚前 李湘曾和老公王玉敦一起登上综艺节目 节目里大早上就吃起了澳洲雪花牛肉 大早 肉不错 真好吃这个 最了解干牛肉一斤就要2500元 而我看到后瞬间感觉 手里的包子和油条不想我 不过早饭都是这个档次了 午饭家也不会比这差 李湘最爱且最常吃的午餐 就是三文鱼生蚝搭配鱼子酱 对于吃了一辈子米饭的普通人来讲 鱼子酱这种东西只活在电视里 而李湘就是电视里走出来的顶级富婆 李湘很会享受 大牛要出街旅游 只住8000元一晚的宝格丽酒店 而且入住就有马莎拉的豪车接送 价格在那摆着 酒店里的服务自然是最好的 就连房间里的牙膏都是牙膏家的爱马仕 还有酒锅里的进口饮品随便喝 零走时还会送上一瓶宝格丽香水 看完只想说有钱真好 李湘对自己好 对你让王世玲更好 王世玲从小就背十几万的包包 玩的玩具也五位数以上 穿里衣服更是从里到外都是大牌 前段时间李湘带着12岁的王世玲 参加RV的走秀活动 模拟二人再次凭借豪曲穿搭火出了圈 王世玲一个简单的黑色披肩价值三万 一双长筒靴价值两万 还有手中的包包也是价值不菲 总之这身看上去很普通的行头 总价值不低于二十万 而李湘的穿搭更不用提了 光是手上戴着价值两千万的钻石手表 就让人望尘莫及 觉得你们那个节目应该开个餐厅 叫拜托了冰箱我们都去吃 先你投资一下 投资吧 可以啊没问题 我全资 我全资 全资 在参加综艺拜托了冰箱时 李湘就当着重迷心的面放出豪言 要全资看一个餐厅 如此残大气粗 令群厂嘉宾惊讶不已 不过更惊讶的还在后面 那就是李湘冰箱里的食材 各种名贵的燕窝 花椒虫草 应有尽有 就连水果都看着 比别人家的金柜上档次 当何久问到平日谁去买水果时 李湘的回答让沙姨都羡慕了 那这么多水果是谁去买呢 司机去买 对司机 北京有个很大的菜市场 那里就有世界各地的进口的水果 都会在那里 就很多人都会去 西平凤他们不也到那边去买吗 我去过一次 后来我就让司机拍照 就拍照以后我就画圈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家一光是天日就已经流口水了 同事迷心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除了吃得住的也同样经验 李湘在录制综艺Beauty小姐时 节目组就一比一还原了他家的浴室 富丽弹花的装修 琳琅满墨的贵妇化妆品 让高秋子羡慕的直接现场人吧 就连从不去前的富婆大阿斯都忍不住直呼 李湘你们家好大呀 那么一个过气女明星为何如此有钱呢 只能说李湘眼光独到很会投资 他很喜欢投资房产 自己投资不算 还拉着和老师一起投资 一起发家支付 还有那个时候到北京之后 他那个建议我买房 你记得吗 我买完之后 刚买完就限购了 这个这个真的很有眼 李湘常年居住在北京 北京的所有楼盘几乎他都去过 只要一遇到喜欢的就会直接买一栋 可以说年轻时在游乐圈赚的钱都用来买房了 那时还没有三沟政策 所以他很任性 因为投资太多 他早也记不清自己在北京到底有多少套豪宅了 以李湘目前的身价 足够做吃山空几辈子 不过谁会嫌钱多呢 李湘除了投资房产以外 还涉及了影视 综艺 娱乐等一些投资 各位是赚了盆满钵满 曾在节目里为了感谢粉丝 李湘直接赠送对方一辆价值14万的豪车 这个是13万9千8 13万9千8 刷卡吧 来来来 干嘛干嘛 我自己来 目前二人真是刷卡的面 狠狠羡慕了 不把钱当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李湘会赚钱就算了 李湘女儿王世玲也同样是赚钱小能手 人人都说王世玲会投胎 一出生就站在金字塔顶端 但其实他本人也很优秀 如果说李湘的月收入是千万 那王世玲靠自己 也可以实现日收入十万 八四年年王世玲跟着父亲登上综艺爸爸去哪了 收获了一众网友的喜爱 自此身在暴涨 作为一个小童心 他的代言费已经达到了12万以上 而且在李湘的培养下 他在绘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不仅创办了自己的个人展 一幅画还卖出了十万的价格 小小年级吸尽能力就如此强 谁不想拥有这样的一个小明暗王呢 目前王世玲已经远赴英国读书 所在贵族的学校可是安妮长公主的母校 而且住的房子也是安妮曾经住过的 装修奢华地方宽敞 都是欧式家具 像极了一座城堡 很多人的12岁还在和父母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 而王世玲已经住上公主城堡了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